在江苏苏北被誉为大蒜之香的江苏披州 截至目前已经全部完成了60多万亩大蒜的集中采收 记者了解到 今年披州大蒜的总体产量略有增加 比去年增产约2.8万吨 在披州大蒜的核心产区 当地蒜农普遍采取大蒜 玉米 轮作套种的方式种植 在素阳山 车扶山 碾庄等多个乡镇 往年外来务工的采收蒜客多达6万多人 记者了解到 今年披州61.2万亩大蒜封产丰收 平均亩产量1270公斤 收获总量77.7万吨 现已全部完成收获 进入晾晒阶段